你覺得美股這一輪的反彈是否已經確立完結了 報處上又應該怎樣做 如果你說反彈是否結束了 你看近期的指數走勢 也看到它的高位都倒了頭 我想形容為啟動的調整 直接已經是 你說這就是導致來的 回到之前的反彈的位置 我想都是看著那些位置 叫做守不守道 所以你說昨晚的 其實因為美股已經跌了幾天 所以去到這些關鍵時就停一停 我想昨晚的數據又有一點點 方向又頂一頂 你說近期都是炒加息 見到美金很強 但是你說昨晚看到BMI 又穿,又順如期 那些樓又不行 變了又給人的感覺 又會不會是炒衰退那邊 經濟沒有想中那麼好的時候 那加息是否有可能要停一停 想一想呢 變了就令到指數叫做在這些位置 暫時就指著了跌勢 你說現在這些位置 究竟做什麼部署 你問我的 說真的如果要做對沖的 早就做完了 我想尤其是之前 如果大家有看那個DXY 那個美匯指數 104衝上109的時候 一穿位 我想應該大家都做了防風措施的了 那一刻就預了個事會回 然後你說現在的 如果你說做對沖沒問題 還沒做的 我想你現在做對沖就太遲了 來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自己就沒有做對沖的 我自己就一向的做法 或者我之前也提過 我覺得美股是見了底的 但是那個問題見了底 我又買不夠貨 它升得很快的 如果大家知道 你見到美股是升得很快的 每天都是這樣升 出什麼消息都升 所以變成你沒有空間去買貨的 那我自己就等著這些機會 就是說 又是炒回了 假釋了 糟糕了 又衰退了 你看到最近很多消息都是 雄市反彈 又穿底 那看你相信哪一遍 我就相信不穿底那方 我便趁低的時候 現在便慢慢排在每些低位買到貨 我就自己當作調整 去做一個慢慢低級的部署 唐牛剛才說了一個論點 就是它覺得已經見底了 所以這個是反彈的小調整 你問一件水平 還是說等下跌多10%左右 你才會再進入呢 其實我想要怎麼說呢 我想跌10%是很誇張的 我自己看我就會慢慢 就是分鑽買了 簡單一點 每人猜一猜一猜買的嘛 是 那你便分鑽去買 就是你又未必買到一個底 但是有時候 其實摺到一個很巧的 那個叫做心臟的強大度 就是你之前見過市場升 就買水很棒 就不斷買 沒問題的 當你的市場跌 其實你又覺得 哎呀糟糕了 會不會再跌了 就是如果你用回同一個水平來計算 如果你升水的時候買 其實你就會開心的 但是如果跌下來買 你就很害怕了 就睡不著 那我想都是用回那個策略啦 分鑽買 預料它會繼續下跌 那你 如果你說自身的 你就自己看回 你的容忍度有多高 說真的你說 其實市場要再增加 都真的不難的 如果你說 繼續每個美國指數 是這麼強的時候 如果你說 星期五 你說 傑森鶴和鮑威爾說什麼 如果你說 再增加一點的 會再增加的 那你有個心理準備 它會再跌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應該怎麼佈住 慢慢慢慢買 那當然 你說如果一直都害怕 不敢買的時候 到時如果傑森鶴出來 鮑威爾沒有那麼增加的 甚至有一點點放甲的 再扯上去 你又買不及了 我想這個就是 你用操作去控制 那個叫做市場的一個變化 分住做 嗯